有点中午的时候 就病房就起了一阵骚动这样 我在想说发生了什么 是病人跌倒还是怎么样 这样一部理师都回过去 后来发现不是病人跌倒 而是病人跟妈妈怎样跪下来了 然后她投进来 她没有办法讲话 所以她就在写字杆上面写了 她写什么 她说以前我还可以开口叫妈妈的时候 你们叫我叫妈妈 叫我去认那个妈妈 我都怎样不愿意 现在我好想要开口叫妈妈 但是我没有办法 她就在写字杆上面 我讲的是那个妈妈 每天每天就是来这里探望她 然后那个亲情的部分 感动了这个病人 所以你知道那个病人虽然心是很硬的 就是在她来的时候这么果决的说 她没有家属 她爸爸妈妈都死掉了 你知道那个心是多么的 那个比如说怨恨有时候也是一种力量 她有那么多的一个怨恨在那个过程当中 但是在妈妈的探视 在亲情的一个安慰之下 她重新体会了 她的内心重新的体会到说 其实就是那个亲情的部分 是永远怎样切不断的 所以恩怨情结 在这个过程当中 在病人在病房的这个服务的过程当中 每每看到这个东西 其实会不会让我们心里面很感触 会那感触有时候就只能放在心里 然后在上课的时候跟你们分享 也还不错啦 然后害怕 刚刚有讲害怕成为家人的负担 失去房子的一家人 这个这一家子我印象很深刻是 她太太生病了 然后生病的时候 她太太心里面一直挂念的是 因为她生病 所以她先生就必须要来照顾她 所以她先生的工作就暂停 然后她们家是租房子的 那因为在你没钱缴房租 所以怎么样 房东就把房子收回去 然后家里面还有三个小孩 然后她就把三个小孩分别的 就是寄在不同的亲戚家 所以家人就分开了 太太因为这样而心里面一直这样 过意不去 她觉得她有一个家 因为她生病了而散了 这样子 这个时候我们终于可以做一些什么事 对不对 对 我们就赶快找生物资源 问她说 你租房子大概多少 因为他们住在基隆 基隆房子比较便宜 租的房子比较便宜 大概多少钱 因为你知道末期病人时间有限嘛 所以等到她如果往生之后 其实就她先就可以回去工作了 这样 所以我们只要帮忙她 这可能短短的一两个月的时间 然后给她一点点经济的帮忙 其实就可以让她们去恢复 那个本来的一个生活了 但是对病人来 对我们来讲 我们了解 所以我们有资源 所以这样子是可以解决的问题 但是对于病人来讲 她会不会 她没有办法去想那么多 她永远就心里面会觉得说 一切都是什么 她的错 所以她会觉得 自己是家人的负担 害怕失去自主能力 病人在生命 越来越走向后面的时候 她失去的 她可能重整的是她的关系 重整的是她对自己的这个概念 还有另外一个部分来自于 很现实的是她的掌控是怎样 越来越少了 本来从可以走路到不能走路 本来可以说话到没力气说话 然后到呼吸 多么羡慕大家可以这样子 就是自在的一个呼吸 每一口呼吸都是这么珍贵 有看到那个病人 每一口的呼吸都是那么的 就是费力 那我觉得她每一口呼吸都要这么的用力的时候 我们真的是活在奢侈的世界 随便你呼 随便你吸 这样子 好所以在那个过程当中 她会慢慢的体会到失去了 我的脚突然之间 昨天还可以动 今天没办法动了 我有接触过 不要说癌症病人 我有接触过 见动人 大家都知道见动人 他们的肢体会随着病情的变化 然后慢慢的失去控制的力量 那很多的病人 他们一开始可能手还可以稍微握一下 然后渐渐的没有办法 然后我有一个病人 他拿东西 他是要这样子甩手 为什么要这样子甩手 因为他这个鼓下是没有办法用力的 但是他还有一点点 所以他就这样子甩甩甩 然后透过这个甩的力量 他就把手这样举高 然后用他的这一只手 去把他扶走 就这样扶起来 然后扶起来 然后放在桌上 然后他也可以写书法 就是手这样子写 然后靠写书法这样子 写得很棒 这个是另外 但是当有一天 那个当他唯一能够动的一根手指头 也不动的时候 他的世界都到了另外一个阶段了 然后他那个手指上 所有跟手指头的记忆 都怎样从此之后变成回忆了 对不对 然后他我曾经有一个病友 他的太太这么的描述 那个每天他只剩下一根食指会动 然后那根食指是他们夫妻两个所有的回忆 用这只手指头牵过他的手 他们用这根手指头完成很多 他们是工作上的伙伴 一起完成很多事业上的那个 用这只手指头去购买好多点点点的 对不对 所以这只手指头 还有他牵着他的手 对 太多太多的回忆 在这根手指头上面 所以他这根手指头 他不动了的时候 所有的记忆力 所有的记忆也随着这个不动的那个刹那 封存了 封存就是他变成一个回忆的 然后好像很远 不过就是昨天跟今天 可是在心里上面已经怎样 好久好久以前的事了 那病人很多的病人也是类似这样的 所以他们慢慢感受我的脚没有感觉了 然后我甚至我没有办法做什么了 那一种恐慌 那一种无处 然后那一种就是连上厕所 都需要被别人帮忙的那个过程 那末期病人除了这样子之外 有些病人他会有一些 躁动不安的这个状况 你们有上过嘛 王理长有帮你们上过这个末期症状的 这个课程 所以你们知道他会有点末期躁动的这个症状 那我们这个病人他长得人高马大 他太太他跟太太是不是分隔北中南这样子 他是分隔台湾跟美国 他们分是这么远的这个夫妻 然后只有暑假的时候太太会回来 那回来的时候就是 就是两个人就在一起生活这样 那他生病了 太太就把那边工作先暂时请长假 然后回来照顾他 在照顾他的过程当中 他因为躁动的关系 他晚上也没办法好好的睡 所以他就一定要怎样 脚一定要踏到地板 就是他可是他又不舒服 所以脚踏到地板他一不舒服他又要躺着 所以他又在那样躺着起来 躺着起来当中 然后太太累不累 很累啊 可是那太太在那个累的过程当中 他告诉我们说 之后 之后 就是他大哥往生了之后 然后他回来跟我们讲说 我后来做了一些整理的时候 我都觉得你们好像没有做到安宁病房 应该要做的事情 然后我们就很紧张啊 对不对 怎么可以让病人跟家属得不到应该有的服务呢 然后他就说 因为啊我看到很多那个书上都说 安宁病房会帮病人做心愿完成 可是我都没有看到 你们有帮我老公做心愿完成 然后你们还说要做生命回复 我跟我老公也没有机会做到生命回复啊 然后你们说 就是你会帮我 就是帮病人做什么 什么关系的修复啊 什么一大堆的 好像也没有 然后你看你们什么都没做这样子 他说你看你们什么都没做 然后我就说 诶 实在看起来真的做得很少 那我就问他说 那请问一下你老公 我那时候也知道他 因为他样子不一样了 就是整个人真很光彩的贵妇这样子 然后我就说 请问你老公是哪一床 他就说我老公那时候就住在哪里哪里的 我就说 我有印象他长得很高壮啊 是某某大哥这样 他就说对啊 我说那我如果印象没有错的话 他在住院的时候 他就是好像一直都很躁动 所以就是脚好像一下子就要坐起来 然后脚要踏到地板 他就说对啊对啊 然后我就说 我们那时候一定很累 对 因为我还记得他第一天回来的时候 穿的是套装 第三天就换睡衣了 太累了 照顾病人好累哦 对 所以我大概知道他累 然后我们在服务的过程当中 只要他先休息的时候 我们要怎样 赶快让他休息嘛 对不对 我会不会再把它挖起来 说欸郭太太郭太太赶快起来 我们要来做生命回复 我们要来做希望的 我倒不会这样子做对不对 好 所以我这样跟他讲完之后 我带他 我这个时候才看他去回顾他 照顾的那个过程 然后回顾完之后 顺便再问他 我说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之下 让你有感觉 你今天特地的跑来这里 然后跟我们提到这样一个事情 我看了他状况还不错 然后我就 我自己就先讲了 我就说有一些家属 在病人离开之后 其实会有一种 觉得好像解脱了 一种释怀的那个感觉 我不晓得这样子的一个感觉 你你有没有经验到这样子 他就马上眼睛张得很大这样子 他就说 他就说这样子是正常的吗 他就说这是正常的感觉 然后我就说这很正常 因为毕竟在照顾的过程怎样 太累了 所以当他老公走的时候 他会不会有一种 卸下重担的那个感觉 我就说这很正常 然后我就说 不过大部分的人都会觉得 这表示自己可能不够尽力 或感觉自己好像做的不够多 所以通常会带有一点点罪恶感 或者说 他就说对我就是这样 可是我觉得我都已经从美国回来 然后特地请家回来 而且我也都没有请看 就是我自己一个人照顾了 所以应该不是我做的不好吗 那我的那个罪恶感怎么来 一定是我做的不够多 可是我已经做这么多了 所以不是我的错就是怎样 病房的错 所以他爬来这里要告诉我们说 你们说就是你们的错 这样就代表我怎样 我没有错了 对不对 我就这样跟他 我没有讲得这么明白 但是我就是让他知道说 其实那些罪恶感 那一些愧疚 是因为你真的很爱你先生 你想要对他做更多 那这是很正常的 没有谁对谁错的问题 他听完之后 他终于可以接受了 他终于可以接受 原来他这几个月的那个 对自我的谴责 其实可以放下了 所以放下之后 后来讲完之后 他好像也没有那么生气了 那我就跟他讲说 好其实后续我们都有持续的光摆 他也可以来参加我们的那个 家属的会议这样子 然后他要离开的时候 他就跟我们讲说 谢谢你 我觉得你们真的做的好多 因为他本来是我们都没有做 对不对 所以你就知道 其实当去体会到 他们的那个内分无助 然后还有那个失去 当病人失去自主能力 然后家属必须要在那个过程当中 去陪伴 那个是不是一个辛苦 然后病人在失去自主能力的 那个过程当中 展现出来那个慌乱的那个部分 有时候不一定他自己能够控制 对不对 好 所以这些都是我们常看到的 然后病人被淹没 没有办法承受 明明知道 明明也开始准备了 可是准备是一回事 真正能够接受到 又是另外一回事 对不对 那往往尤其是那个 在社会上面有一定的能力 我们说社会的中间 那我们这个病人 他是科技公司的总经理 你看科技公司能够做到总经理 是不是运筹帷幄各方面 那他的确也都安排得很好 从他生病那一刻开始 他把他的家里面应该怎样做 然后什么事情以后可以找谁 然后经济应该没有什么问题 然后 但是什么事情应该可以找谁 然后到什么阶段 小孩子长到什么阶段的时候 要记得跟小孩子做什么什么什么 他都把他据细迷移的怎样 记下来 然后给他太太 然后他很坦然 他在跟医师谈话的时候 在聊病情的时候 好像不是在讲他自己 觉得他好像是家属不是病人 有没有这种感觉 就是 都在说病啊 可是命就是他的啊 然后他怎么讲的好坦然这样子 然后我才在想说 我不应该随时抱持着怀疑的眼神看他 我也应该抱持着佩服的眼神看他 所以我就是尽量的去欣赏他 在那个过程当中他的那个坚定 对 然后他也展现了那个 从容不过的那个态度 然后我真的觉得好佩服 我都觉得说 在那个处变 在那个状况当中 还能够处变不经 可是就在某一次 我们团队的茶房当中 在某一次的茶房当中 突然之间 因为医师也都一直认为说 他好像都很可以接受 所以在茶房的过程当中 然后医生就大概跟他讲病情的这个状况 然后突然之间 他有一个 就是很大的一个动作 他就告诉 他就突然之间 他就很大声的大叫 他就说 我受不了了 让我死 对 在那个 当他这样子发泄出来的时候 我们才知道说 原来啊 面对生病当中 那个被淹没 有时候是突然之间 就像海啸一样 他是一阵感觉 突然的过来 然后就把 就把一个 原本很好的人 就把他盖掉了 就淹没了 但是我们可不可以去同理 可不可以去允许 这样子一个 状况的产生 可以 所以当他这样子 就是淹没感 就是他释放了之后 他反而更真实的去面对他自己的生命的那个部分 那个他的脆弱 还有他的害怕跟恐惧 所以我有时候觉得人在面对末期的那个阶段的难 是难在哪里 难在你真的不知道你过去人生的功课当中 你还要再修的是哪个部分 有时候最难的反而是我们怎么样把这张面皮拿掉 就把这张面皮拿掉的那个过程好难喔 但是有一些人倒也让我们觉得好释怀 那我去今年初的时候 然后我有个病人 他是那个灯光师 灯光师大家有听过吧 就拍电影的灯光师 那他好棒 他得过金钟奖 金马奖 金马奖吗 是金马奖 对 电影是金马奖 对对对 然后可是他都不提 他是因为有一些导演的朋友来看他 然后我们看到我们才知道 喔原来他是某某好人物这样 但是他好 他觉得他就是很低调 然后他谈的也不多 那他说他的口拙念的书不多这样子 所以我说那你最快乐的一件事情 当然是得奖啦 然后我就说那你最遗憾的一件事情 他说他最遗憾的一件事情是 他上台只讲了谢谢两句 因为他口拙他讲不出来他瞎讲了 我就说那也许我们可以 我们本来想说那不然我们再让你有机会去讲 可是他说他不要 因为他就是讲不他没有念书 他就讲的不多这样子 所以我们 可是我们后来我们就说 我们可以 现在不是很流行口述历史吗 嗯 然后我们就说那你就把你的想法讲出来 我再帮你整理 那你也知道就是刚刚好 这个是要花时间的 那我跟他算是慢慢慢慢的谈了 然后他也愿意去分享他的一些什么事情这样子 那我就找一个实习生 我就说 我就说来来来 你帮我记下来这样子 然后后来那个实习生他很棒 然后他听完之后 因为那是他的功课 然后他就帮他做了一个整理 然后用他的话讲出来 然后他就说 那一段话 他说我是一个灯光师 但是 就是他今晚想讲的话 但他没有讲出来 可是我们就帮他写 他说我是一个灯光师 但是我一直不敢跟人家说 因为很少有人知道这个职业是什么 因为很少人知道这个职业是什么 然后所以当他讲 当那一段话写出来的时候 我就有写进他的心里面 对 然后他讲的说 他要谢谢他的那么多的工作伙伴 因为有这些工作伙伴 所以拍电影是件很辛苦的事情 但是也因为有这么多的工作伙伴 所以让这样子一个工作 显得很有意义 而且很有成就 所以他拍过好多好多经典名片 然后海小其他也是他拍的 这样子 网路上Google有他 所以他这一段话 后来我们把他后背就贴在他的床头 所以他的那些工作伙伴 来看他的时候 就可以看到他的这一段话 好棒 有些人好像还有把他拍起来 放在脸书上面 跟大家做一个分享 所以生命有很多不一样的一个方式 去承接那个 就是一阵一阵而来 所以那一位灯光师 我看到他从脚可以动到脚不可以动 然后从就是身体 还有就是可以到后来就是没力气昏睡这样子 在那个过程当中他有他的无奈 有他的不安 但是每个人承接的方式不一样 所以在那个过程当中他用的方式他很安静 他很安静的去承接 所以我在这边看到就是说 不同的形式 生命他有不同形式的展现 那没有说哪一种方式是最好 也没有说哪一种方式就是不好 可是如果那个方式是自己觉得最自在的 那旁人也可以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去看见去陪伴 所以在这个在这样子一个我们说的被淹没不确定感的那个过程当中 其实里面他好像可以有好多的故事出来 然后似乎每一个病人 你看他似乎很坦然 在那个坦然的过程当中有他生命的一个故事 那像刚刚我提到的那个灯光师 我就说我觉得大哥你很稳重 然后他就说也许就是在拍电影的那个过程当中给他一个体会 因为他告诉我 后来他才告诉我说 有时候一个场景 譬如说他要拍夕阳 但是他们是在什么时候拍夕阳你知道吗 是在大中午的时候拍夕阳 因为你不可能随时 时间到了我就整组在那里 他必须要把这个场景的所有镜头都在现在 拍完 所以他脑子里面就要去想 这个是这个奔径嘛 是在他这个剧情的哪个段落 然后那个时候是季节是什么 然后那个时候时间上面那个灯光照下来 这边应该是什么样的感觉颜色 有没有很细腻 所以他脑子里面不断的在那个在想 所以他透过他自己内心的那个想象 然后他就说更何况 因为他也跟很多的大明星合作 我还跟他问他说恶情恶理 因为他年纪有 我说恶情恶理有没有 那时候刚好就是很肯的的时候 我说恶情恶理 他说有啊 大家都合作过 然后我就非常的这个问他 对他就说哇啦 他们人都很好 他也真的很鲜虚 然后他们人都很好 那我居然在那个过程上去听他从工作上面 然后带到他自己现在的这个疾病的那个历程 他就说其实病情里面的每一个段落 不过就是像电影的那个过程 对 然后他在走那个过程 他也在想象那个过程 这个我在陪伴他那个过程当中 其实真的就是他带着我去走 去经验那样子的一个感觉